4月22号的复刻限速打预测 这一次我要用比较另类的方法来预测咯 大家好,我是排列专家卢格 我最近这几天感觉我这脸蛋子是越来越不对劲了 脸上的苹果鸡会不由自主的抽动 这难道是一种什么征兆吗 我这一看日历啊 原来又到了两周一度的预测复刻的时候了 这脸蛋子是想要挨抽了呀 行,今天我就来试个法 预测一下4月22号的复刻是哪个 我先来分析分析 最近这几个复刻是小八尬 巨鸟,五十头和牛头 可谓是极其罕见的人气四连低 所以4月22号会不会就是个高阵级限组了呢 毕竟22号马上就是五一加七了呀 官方运营如果不傻的话 估计会用高阵级限组来替拉一波游戏热度 所以在剩下的这几个没有复刻过的限组里面 人气最高的应该就是飞稳了吧 所以我断定22号当天的复刻肯定是飞稳 有了有据,令人浮起 Oh yeah 但是 这里我要说个但是了 这一次的预测还没有完 我今天要用一个全新的方法来预测一下最终的结果 我最近浏览了很多个UP预测了22号的复刻 好多都猜测了24号的混耳机 红固里面具和奶的发 好吧 我们先把24号的排除掉 还看到了好多UP都在说 登陆库限组和排销限组 OK 这两个也排除掉 然后再把我刚刚预测的飞维排除掉 这边叫什么 这边叫我排我自己 最后在剩下的这一堆备选项里面选一个人气比巴格帽高的 那就选择猛瓦记的大粗辫子吧 那么22号当天我断定就是粗辫子先祖 这就是我的最终档案 有理有据 必须服气 oh yea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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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